我覺得吸力來說都不會差到太多 對 因為這一些 這超級細的 這超誇張的 我想說 你們幹嘛一直推這一款 怎樣 沒有 做很久了 你每次什麼都沒見 大家已經很久沒看到你了 太忙了 iPhone14是不是搞垮你 搞死 好啦 大家歡迎回來到StandFirm 沒錯 歡迎回來到StandFirm 那 OK 那因為iPhone14一上市 大家都瘋狂找MagSafe手機殼 對 因為不管是行動電源 或者是像這種磁片 很多都喜歡MagSafe 所以大家在選第一個手機殼 都會選有MagSafe 就是後面有磁圈的 那還有一個問題就是 其實市面上手機殼那麼多 MagSafe手機殼那麼多 那哪個磁力才是最好的 因為畢竟他是做磁力的嘛 對不對 那我們公司自己有測驗過 目前第一名的你覺得是哪一款 就是MagSafe的 目前我們第一名的手機殼 我們就 雖然我們賣很多AutoBuds的手機殼 但是今年 非常訝異的是光碼石 因為他這邊有一個強磁 強磁在這後面 它做強力磁鐵 強力磁鐵 當然有幾個品牌一定都還蠻不錯的 但是我們今年很推薦我們家的這個光碼石 OK 對 因為他是強磁 我們等一下可以吸給大家看一下 重點是 重點是 我們有贊助廠商 對 我們有贊助廠商 iPhone 14 Pro 已經來到我們手上了 所以我們今天給各位就是一個實機的測試 好不好 那我們等一下就直接用iPhone 14 Pro的實機 去裝我們的MagSafe手機殼 沒錯 那就來吧 要不然你就先介紹這個 你已經裝了 我們就 我剛剛已經先測試裝了 那我測試的手機殼是Defender XT Defender XT 這一款殼 超級無敵 你看 而且它是紫色配黑色 超好看 然後它今年還有出一個透紫 那其實往年它是都是出素色的 全黑或是這個藍 其實這個藍也蠻好看的 對 但是它每次如果是出到這種裸機 這種可以看到機身的 顏色都超好看 超好看 然後你看喔 裝起來你看它的鏡頭其實已經有加高了 連正面都加高了 正面其實也有加高 那Defender XT它的玻璃貼比較難挑 因為Defender都是兩層 兩件是它包覆進來 可是其實也可以讓你代表說它其實不需要貼玻璃貼 但是我知道台灣人的習慣一定是會貼的 會害怕啦 對還是會貼 可是因為Defender它的保護 真的很好 太高端了嗎還是什麼 因為它不只是保護外面 它連動態島出現了 你很興奮 按靜音 動態島出現 你很興奮 對但不是我們的手機 對因為我們Defender XT它裡面還有一個仿塵條 它等於是在往螢幕旁邊在塞 對沒錯 它為了要讓整個手機就是 跟外面是與世隔絕的 所以它是整個是密封到一個非常高的程度 所以你要找到它的保護貼其實蠻難的 這蠻難的 然後我們該測試一下 其實發現 如果你很勇敢的話 其實可以不用貼保護貼 因為它的正面螢幕已經 正面保護框已經高過於螢幕了 對 然後後面也是高過於螢幕了 對後面也高了 對然後手感真的是超 很屌 真的很像拿到籃球 絲博冰籃球 我上次一遍講 因為我第一次拿到鏡頭 真的有嚇到耶 對啊而且 它邊邊 這手感真的超好的 而且真的建議大家買14 Pro 對手感 因為我自己是用 你是Pro Max的嗎 我是Pro Max 其實Pro Max真的偏大 對我覺得14 Pro 真的剛剛好 而且我覺得加上XT這個防止滑的這個邊邊 XT這個防止滑的邊邊 太完美了 對 真的太完美了 而且大家看它殼這麼大一個 但其實它是做輕量化的 很輕對 真的很輕 真的很輕 然後它今年掛繩孔又坐在側 然後它還有幾個小巧思 它這上面是做透明的 以前它的那個條有沒有 上層條都是做黑色的 黑色的 然後今年它是做透明的 所以那個感覺上就有兩層色 對 很漂亮 這款是不是我們超賣的 紫色的 基本上到多少就缺 就賣多少 對 這款超賣的 然後剛剛我們裝的是這個黑透的 黑透的 然後是配紫色其實也很好看 其實黑透配紫色也是超讚 然後它XT目前還有這兩款 一個是藍色的 然後它這個不是做透明 它是做實色的 對 所以如果喜歡實色的朋友們 你們可以選這兩款 然後它 autobus 如果是我們的粉絲營 就是autobus 它的黑色做得非常好看 嗯 它的黑色都是做那種 有那種顆粒感 對 它不是那種無聊的顏色 而且它今年還有特別 有一個小改款 因為13的時候 它的那個背面 那個Mayset 它是有點像平面的 塑膠面 所以你辭圈用久 其實會看到一些痕跡 對 今年是防指紋的 有沒有 有沒有 真的假的 今年是這種防指紋 對 我記得我印象 就是Mayset會有一些痕跡 對 你在Mayset磨的時候 基本上它不會有顏色 喔 這個也是 對 有點像那個紋路是比較粗 跟你這個有點像 嗯 所以它不太容易有刮痕 沒錯 所以我覺得今年雖然單價貴100塊 但是它其實有很多細節度做得很好 對 當然這一款殼是不適合包膜的客人在使用 對 因為它已經夠包覆了 它超包覆 對 很包覆 好 那這個是Defendor XT 那再來就是我們剛介紹我們目前 測試吸力第一名好不好 然後我們就直接開箱給大家看 它這次是 特別做這種 強實吸就對了 因為外面其實大部分的Mayset 就是那種一個磁圈 其實就符合蘋果的這個規範 那它我覺得它特別在這個後面 裝一個銀色的銀邊 其實你如果平常有在使用Mayset 行動電源的人 你一定會了解到就是說 原廠以外其他的配件 你會覺得吸力差了一點點 但是如果你是用這一個 你裝了什麼的 你看光聲音就 這麼大聲 對啊 對啊 基本上這些都很吸 這超吸的 沒有我覺得要測試 對 這種的 這是 我們一般的 一般沒有強力磁鐵 對啊 你看它的聲音就比較普通 怎樣 其實我覺得吸力來說 都不會差到太多 對因為這些 這超級吸的 這超誇張的 我想說 你們幹嘛一直推這款 對這很誇張 很吸 超吸耶 超吸 真的很誇張 很強 對 哇 對 它吸附的感覺就很像拿原體 直接裝吧 直接裝吧 而且它這次的框是做加高黑色的 對 加高黑色的 對 然後邊邊是這種透 透 哇 這超好看的 欸這款 很好看的 欸很好看欸 對 旁邊又很包覆 對 欸你剛才太大聲了啦 真的太大聲了 很吸很吸 欸我真的 要拿還不好拿 沒有在唬爛 真的要拿還不好拿 真的 我真的沒有在唬爛 它 好強喔 對啊 超強 這真的很強 所以大家 在用MagSav的時候 會用到這些左邊 像這是Popsaw給的卡片 卡片槽嘛 對 然後這個是Mopt 對 所以為什麼我們一直跟你們講說 要買那個MagSav的手機客 對沒錯 就是因為你們未來都會用到這些東西 都非常方便 還有行動電源 然後我們現在推薦這一款就是MagSav 目前我們測試過實力超強的一個手機客 對 然後它連這個鏡頭框都有夾高 它是做黑色的設計 對 然後這個透明也是做的都非常好 嗯 哇 實力超強 哇 超大聲 好爽 對很爽 然後它這個殼看起來 如果你說以色調來說 你會覺得就是全透明 然後中間一個銀圈 然後再一個黑框 其實是覺得有點醜 但是其實你這樣配色起來 其實我覺得很好看 很好看很特別 而且它主要是做一個強吸的主要一個點 就是你看它這個前後都有做微高 對 但是它的手感 這個很像原廠的保護殼的手感 對對 原廠透明殼 有一種coating就是摸起來很很防滑 嗯 然後它這幾個地方都有幫你做微微的夾高 所以Gramas這一個殼 雖然是感覺像一般的基本的透明殼 但它其實細節蠻分 蠻多的日本人的設計 喔它有 這個也是有軍規防摔 軍規防摔 對對對 都有都有 對它也是有軍規防摔 哇這一款很稀 很好看 那剛才測試的這MASA手機殼 非常適合就是需要磁力的 好不好 強的 然後又愛透明 然後防摔也夠的 對 就這一款Gramas的透明款 對 好啦那就下一款 下一款 欸這很強欸 對啊真的很強 我又嚇到 有嚇到齁 接下來我們要推薦給大家 就是我們這個 沒錯 AutoBus的這個Symmetry Plus 超級無敵大禮包 我跟你講到外面很多人看到這個價格 就完全 以為我們做山寨 對以為我們是仿冒品 為什麼呢 因為原價這個可1680 1680 然後這個 600 680 690 然後這個1480 加起來是3850 3850 然後呢 對兩個 這兩個配件還保護三年 這個呢 對這個原廠今天跟我講說 保護一年 一年內 有變黃換一顆新的 而且它今年 它為什麼在上面有貼一個貼紙 它有新改款 然後有抗黃材質 有抗黃 這個我們今年沒有特別講到 但是 會買的人就是會買 你看它的材質很酷很好 對 然後裝上去 有一種更高透 霧面高透的感覺 我覺得我這樣講 像如果你追求 你追求就是強力的 磁鐵的話 我覺得可以選Gramaras 可是我必須講 Gramaras它的邊邊 它沒有像AutoBus做那麼厲害 對它沒有那樣 如果你們追求手握感 然後覺得Massive剛好就好的話 你們可以選AutoBus這一塊 因為AutoBus的手感真的是你買一次你就會知道了 他們在邊邊的 邊邊這種直滑都會做的特別的直滑 對 按鍵也很好按 按鍵也非常好 然後這款我覺得很適合就是 第一次接觸Massive手機客 對 因為你可能剛換iPhone 然後你可能沒有PD的線 對 然後你沒有快充頭 對 因為其實市民 我們其實很多客人都會說 我們要買哪一個 買哪一個 就是他們不知道該買哪一個 因為可能我從iPhone7到現在 對 我不知道現在有些時代變成用PD頭 對 然後又有Massive可 那我該怎麼調 然後我覺得我們這次 Stanford AutoBus我們推出的這一款 就是有PD快充 然後它是20W 雙頭的是20W跟30W快充 然後再來是它是做編織線的 沒錯 也就是我們一般 我們一般iPhone不是用塑膠線嗎 很快就會拉壞 然後這種編織線都會非常難用 再來是它是有保固三年的 對三年保固 然後這個又保固一點 這樣3850今天給各位1999 超殺 1999 而且讓你不用再買什麼配件 完全不用 你只要擔心 也許是玻璃貼 但是你呢 在我們Stanford的官網買 就送玻璃貼了 喔 OK 如果在蝦皮的品牌館呢 雖然沒有送 但是 應該有很多回饋啦 蝦皮回饋 就是每個平台不一樣 你可以自己去買 然後大家會擔心說 Symmetry Plus 什麼玻璃貼 基本上它這一款 什麼玻璃貼都可以用 都OK 那你只要不要什麼太滿 但是我建議就是說 因為你會使用到Messet的人 如果你要去包膜 那可能有一些殼比較包覆的 可能就不一定適合你 但是這個真的是很適合 第一次要入手 全部配件的 一個頭 一個頭兩孔 然後又一條PD線 你什麼都不需要再買了 基本上你就無敵了 我覺得這一款就無敵了啦 對真的 而且重點是保護 又三年又一年 三年又一年 看完一年 原廠到底有沒有搞錯 要不要裝一個這個Symmetry的紫色 好啊 那不是用Symmetry啊 這個紫就是 要讓大家知道的是 我就是用紫色 對很好看 好快的簡介喔 對啊 欸其實顏色很好看耶 今年 欸它今年都很好裝 裝殼都很好裝 去年大家都不知道怎麼裝 但今年很好裝 然後你看它的高度 欸高度都做得很高 都做得很高 欸這款好高喔 這款超高 對 其實霧面的 剛剛那一款其實有一點高 但是它這個又是更高 而且它顏色很漂亮 喔這款很 很一致欸 欸我很喜歡 超喜歡 這是Symmetry Plus 對 紫色的 這款是紫色的 也是賣很好 然後小賣用的是這個 墨蘭底蘭 對 這也是很好看 OK 然後都是用MagSafe 對 這也是都可以做MagSafe 對 很好看 我們今天介紹幾乎都是MagSafe的殼 對 全部都是MagSafe殼 對 哇很讚耶 那如果喜歡實色的朋友 就也不要錯過Symmetry Plus OK 嗯 還有什麼 這個也是 Gamas 這款雖然不能夠做 但是它很適合你搭捷運的人專用 沒錯 因為它是 Gamras 就是我們剛才第一個介紹 就是實力非常強那個品牌 對 沒錯 然後它最紅的就是它的行李箱設計 對 然後它的卡片是藏在這裡面的 對 然後它是做兩層寶貨的 都是透過這個 你可以放UO卡在後面 或是你要做什麼實用 你可以感應 就可以直接用 而且它有方式片 對方式片 細節度 然後它還有掛繩孔 對 那AutoBus比較沒有掛繩孔 之後底邊的XT才有 對 喔 也很好看 然後握感跟防滑都很漂亮 對 還不錯 對 這大小跟你是很剛好 手感超好的 對 我們最近不能出國 你就適合用這種殼 到處旅行 對 鏡頭都有加高耶 對都有加高 按鍵也很好 讚讚讚 也是細節蠻分的 喜歡逛Bus的 不要錯過好不好 這兩款都非常好 然後這個是泡包燒給的 這是泡包燒的 手機殼 對 我還沒裝過耶 好你可以試裝看看 OK 那你看 也很好看 欸紫色也很好看耶 嗯 紫色 然後泡包燒就是這一個嘛 所以你自拍啊 自拍啊 或者看劇啊 對很方便 對特別是適合大手機的人 我也覺得也蠻好用的 欸大手機超需要 對你很需要一個東西支撐的 然後這種東西你這樣握著 你看手多輕啊 嗯 對不對很OK啦 對阿 那它的缺點就是 它不能用Magset 對阿 所以才會有這一款 對才會有那一個 它是做Magset 對但它的這個 這個泡包燒是可以轉一下 然後你可以把它扭下來 然後你就當作無線充電 如果你有在使用無線充電 你就放在上面 就可以無線充電 那如果你也喜歡這種 泡包燒的設計的話 對 又想要Magset 我覺得你們可以選 你可以選這個泡包燒 這款也是賣到爆啦 這也是賣到爆 這款也是賣到爆 因為它不只是 因為它就是做分離式的 對 你需要的話 你需要的話你就是 欸你就這樣 然後我平常給你們看 我平常是怎麼用 我平常看的滑手機就是這樣滑 非常方便 然後就這樣 我有時候耍費都這樣 對啊 你就可以這樣滑手機 或者自拍你就可以這樣 然後如果你要Magset 你就拆掉 裝你的行動電源 裝你的行動電源 對 所以如果你喜歡 PopSugget設計的話 你也可以試試看看這一款 那如果未來有想要看什麼 其他系列的影片 也可以歡迎在底下留言告訴我們 OK 然後 好我們去釣魚了 好那我們去釣魚了 我們下次見 拜拜 這什麼爛梗技術 好 好